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 《移民》片节目时段 今时有我许刘生 还有我们新西兰以德台人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影片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测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很多B&O的家长都说 为了小孩不想再留在香港 为了下一代多辛苦都要顶 要过去英国 很多这些伟大父母的故事有血有泪 说到自己真的很悲壮 犧牲很大 但是原来这些人为了子女的背后 甚至乎连英国的教育制度 甚至乎人家当地的英国教育制度 或者人家的教育文化 他们的行政是怎样的 不管那么多 总之我们来到的 要用我们那一套 甚至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为了我们的小孩 什么都要做出 多野蛮有多野蛮 甚至乎把香港那一套带到英国 很厉害 很厉害 搞到连西人 都不够我们竞争 是不是 簡直是吓了一跳 那他们的手法是怎样的 就是将在香港野蛮的那一套 蛮不讲理 这些我受过不少的气 现在等英国那方面试一试 那有什么招数呢 那就说一下了 根据香港某一间的教育中心 都是跟英国那边有些联系 就负责一下这些海外教育 接下这些家庭求助 真的大开眼界 英国那边 即是香港 其实类似的情况都有不少 他们用了这一套 过去英国 人家就觉得很震惊 哈哈哈哈 不用这么震惊 我觉得 你这些西人就见识少 是不是 那我们算一算他们的招数是什么 好啊 先进去 例如 他们去了英国 很流行 要申请那边的公立学校 原来他们很搞笑 又怕那些公立没有位 又去学人申请私立的日校 可能他们在等着公立的时候 就去读私立 可能突然读读一下 又说我们不读了 我们因为有公立收了我 就马上剪掉别人的私立 哦 私校贵嘛 读公校便便宜很多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点 第二点可能是 他们想去那间公校 那个校网好 终于能够可以进去 这个校网里面 找了层楼 租到层楼 所以现在又可以搬去 可以退了私校的学位去 去回公校读书 因为英国的学校 一般都要求学生 提早一个学期 提出退学 如果不是的话 会不会收你那个学期的学费 和留委费等等 带了一条数 不行啊 他们就是不想的 带了一条数 六万港元左右 即是基本判 不过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 去向学校求情 例如说 你们学校 有人歧视我的小孩 或者有人欺骗我的女儿 或者你们私立 又是这样的 货不对版 不行啊 你们退回学费给我 快点 不然我们走 即是告爆你 类似这些说话 他们就不会很直接跟人说 我有另一家公立收了我 所以我也是不想读这里 我当你是水泡 只是临时的 他们不会说这些 即是他们会用一些 很谓不讲理的理由出来 是要求你 逼你去退回学费给他 或者刚才所说的其他不同的费用等等 这些手法在香港很多 是很常见的 现在就可以在英国学以致用 在香港学完了 这招星在英国照用 这些人渣 在香港的时候 你想一些不同的理由出来 就逼你退回学费 例如那些学习班 可能我一次过收你三个月 我免得你每个月都要加一次 每个月都要加一次 我就很烦 一收就收你半年 还是怎样的 接着有些人 试过想你 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想退回 还是怎样的 基本上是不准退的 他们说 法律规定 应该是一个月一个月收的 不可以一口气收六个月 我告你 我可以的 我这个不是学校 可以收的 什么不行 我去媒体告你 叫你报道你 唱衰你 你忍住 我认识 我认识哪个 我认识哪个 一周刊 那时候还在 我认识哪个 到时候叫记者来 寫衰你的东西 你这样 那后来 暗压底 退回给他 不过你不要到处和别人说 很多千奇百怪的人 用一些不同的手段 逼你 对 对 也认识哪个 什么欺凌 什么歧视 我也见过有类似的情况 都是怕了你 本来没有 本来不能退 现在 他们用这一招 对英国 希望可以退回学费 不要罚钱 但是 你临急退学 都会为学校带来麻烦 还有 其实跟我当时的情况一样 你突然间又说要退 对我那盘数 一次过一百个退 我还得了 现金流便很麻烦 学校不单是现金流 对于学额 临时临急 找不回一个学生 塞到这个位置 如果我是一间私校来计 那我就等于刺了个位置 也没有人到 对 所以就是 导致学校的 营运成本 无缘无故地上升 又要退回 又刺了个位置 对 英国那方面 最震撼的 就是他们拗罚款 拗罚款 就是少一点 都说了 有人欺负我儿子 有人欺负我女儿 你以为我很想走 对 就是说了很多不同的理由 总之我要拗罚到你不要罚我钱 就是本来说有罚款那些 有罚钱 就是要烦死他 烦到他给你 就是这样 烦爆校长 就是狂骂 半夜还要打电话问候她 喂 我女儿 怎样怎样都是12点钟 打电话给校长 是不是这样 很多不同的夸张东西 什么都敢做出来 就是为了要拗罚款 什么都敢 接着再说 其实英国学校方面 本来都是视这些 B&O女儿的家庭 或者这些来到读书的家庭 当了他们是英国本地家庭 这样去处理 其实这样 对于学校行政上 是容易些去做 不会再划分你 是哪一类 行政上是很重的 但他们就会觉得 哦 是呀 英国已经当我们自己人一样 对 对 所以 没有特别收他们的行政费 就算是公立学校 没有收贵 完全没有 在条款上 也没有说 如何乱离 但没有想过 这些香港家庭 就当学校 叫做水泡 甚至乎 现在说 假如这些 香港学生 退学的情况 是恶化的 可能 有机会 迫于无奈 要加入一些条款 给这些BNO学生 例如 几年之内 都不能够 两三年 都不能够 转校 在报名的时候 可能会向这些BNO家庭 征收行政费 甚至乎 加重中途退学的罚款 相信 无论大家 学校也好 香港的BNO家庭 都不希望见到这些情况 即使你到时 我来到申请这些学校的时候 原来你是拿着BNO来的 有个批 批了一格 叫做BNO visa 再有其他不同的手段 因为他们有十万个理由 有些说 我本来可能在这个区住 但又可能原来不是 又搬来搬去 又举期不定 又没有租到 又申请 如是者 到正式卖位的时候 可能会剪掉某一道 然后又去了第二道 也令到其他学校出现这些麻烦 还未够夸张 他们骗人的招数 更加离谱的是什么 假地址也出售 假地址也有这些 经常发生的 据我自己所知 我自己的经验 这个我觉得不是 只是这些BNO有的 假地址 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都有这样做过 因为始终 入读到一个心仪的学校 是困难的事 是困难的事 有时 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买到学区房 买不到的 就唯有借着朋友的地址 先报住 小孩根本都不是住在这里 你就报那个地址 这种情况 我觉得不应该 只是这些BNO有这样做 不过我相信这些人 都学习一些坏东西 学习一些坏东西 学习一些坏东西 所以是停而走险的 是吧 还有他们的比例 叫做太高 太高了 为什么呢 他们当在香港报的小学 就是去考不同的学校 就看看哪一间收到 有多少间offer 到差不多到期的时候 或者可能甚至乎不出声 就是offer的时间 你什么时候 要回来注册了 现在收了你了 可能一个家长 有10个offer 或者5个offer 到时候就看看 会不会有第 我当你有5个 看看有没有第6 第7 第8 没有的话 等到最后的last minute 你才去 你最心仪的那间 我正式来注册了 其他那些就有他了 拜拜 拜拜你的尾 后来有些后保 所以有些家长 会到很后期 才收到电话 说我们学校 一收你的小朋友 就是因为那些大帝 手上拿着这些offer 他们的小孩 到期了 然后可能选了 心仪的学校 又不跟那间学校 说 有些很深一点 就会打电话 我还是不要你们的offer 我读第二间 有些什么情况 都可以 不过你们当了这个玩法 在英国也是这样 那何解呢 原来 根据统计 今年有25%的香港学生 到埋之后 就是去到英国 25% 25% 很厉害 很厉害 四分之一 为什么呢 他们去到英国之后 就有些公立学校 就取下了他们 很奇怪 在开学之前 甚至在开学之后 就突然间放弃 他们的学校 学位 就算公立学校 都会叫做大失预算 还有 这个25% 是有上升的趋势 即使这班人 就骑牛搵马 或者当是水泡 所以为什么要加罚款 甚至乎几年内 不准转校这些条款 特意要加给BNO签证 这班人 有原因 不过 我不知道到时候 会否说 你歧视我们 怎样怎样 会否又集体又乱处呢 如果他们真的 只是针对BNO有的话 那就可能涉及歧视 对吧 有可能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很难搞 你们不是说自由空气 是的 我们每个学校都没有自由 为什么要零零细细 是我们BNO签证 要加这些条款 是不是歧视我们 是你们这班人 玩得那么准 刚才提到假地址 这里一件事 你自己新来新猪肉 你做这些涉嫌违法的行为 都是不好的 你用假地址 这个不对 香港也不对 香港也有 有些家长 可能他不是住在何文田 然后又找什么假地址 或者信箱 就是租过信箱 是的 你有租过信箱 别人也租过信箱 租在何文田 大家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如果你是学校 你收到几封申请表 地址也一样 现在其实英国就是一样 他发觉 为什么有很多家庭 都是同一个地址 如果你同一个地址 你也不要租成一群 一个就好了 一个是两个子 至此 有些学校会这样 有空就做卡房 那我们去查查一下你 究竟是否真的住在那里 我估计就是他们口中那种 叫做香港人 帮香港人 我在这个区域住 你想用我的地址 你便用 可能一炮过 给了一群人去用 甚至乎 可能他没有借给你的 香港人很好的 他借个地址给我们填 不如你去填 不然这样填 填下去也不顶 每个人都填下去 每个人都填下去 这样就狠 很好笑 接着还有 假地址也未够 还有 刚才说了 投诉人 即是投诉学校 为何你这么久都没有回复我 例如说 退学费 我转校 你收不收我 这些东西 每次都扔过百封电邮 email炸爆别人的学校 这些是英国人自己不习惯 香港人一向做事都是快的 你们太慢了 適应一下 即是你们离谱到 把香港的投诉文化完全直进去英国 招搬 没够 还说 你不回我 我就向校长投诉 哇 真是大劲 你快点回复我 即是早上打电话 吃饭前又发封电邮 吃完饭后的下午 再打电话 你为何不封电邮 一天里面追几次 炸爆他 甚至乎向学校的职员施压 英国的学校文化 跟香港很不同 如果你说施校 可能都会 关心一下自己的形象 而且始终 香港人口密集 一些消息一传 就很快就通天了 但英国 地大脈搏 有分这么多个地方 这么多个学校 就未必有香港的媒体 传得这么快 等于曼城 也有一份曼城报 苏格兰也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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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报纸 还是怎样的 多新闻 都这样 因为地方实在太大了 你说投诉 别人的学校 如何炸爆他 还是怎样的 如是者 别人都不太疑伤你 还有教学的形象 还是怎样的 他们又不是太着紧 他们觉得学校 是一个教育的地方 不是跟你说这么多形象 所以 你跟我说 什么向上司投诉 他是不害怕你的 也没有向上司投诉的文化 我想 遲些都会有的 你看到这班 哪有他这样做 其他家长 可能看到 有样学样 你看到这些 真是吐血 你把香港 你们这班家长 最劣质的文化 带到英国 为求自己的小孩 读到那一家学校 就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在香港 最喜欢 例如某些话 我看到 不知是很生气 还是好笑 例如说什么 为什么要告他们 煽动罪 上到法庭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些是殖民地年代 很旧的法律 其实就不需要再说了 就是这么旧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拿回这些法例 出来用 香港特区政府 现在就叫做有权用尽它 有法用尽它 就是告死你 告难你为止 你们这班老友也是 你们都是有权用尽 是吧 一样的文化 电话都打尽了 投诉都投诉尽了 再不是 上网写虽你 上网写虽你 还要去那些小区群组 曼城的曼城区群组 甚至乎在学校的专业底下 写虽你 整大篇文 然后再私下给当地媒体 总之 有多大价 有多大价 完全摔破了面 大家没有情讲 没有面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弄破了香港人的招牌 没错 我不好过的时候 你都不要指议 你可以叫做好过 这种劣质文化 其实我见过不少 现在英国算好 为什么呢 有一些在香港做律师 会计师 那些去到英国 他们一时之间 也不再是什么律师 什么什么 到时我最多是什么 我是律师 或者我老公是律师 到时律师信 最棒的 到时律师信 要告死你 我给你一封律师信 你不要欺负我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律师 不知道 我在香港我真的会射 是很麻烦的 被他们搞到 你再 如果你说 你老公是律师 我不射你 吹 他接着做些什么 就做些最热烈的事情 走去跟其他家长 唱衰你 哇 这个真是限制 就是 最贱格的 是去到 你什么色情 还是怎么样 你拿到这些来玩 就是因为 你不退学费给他们 他够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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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够胆玩这些 所以你们现在 有25%的人 是突然退学 你们就用回 在香港 就拿着一堆的offer 就是 你又去申请这间公立 申请了很多功能 又有卖这个 又卖那个 然后 到真的 你最后选择了 哪个地方来住 或者 你有没有需要搬 或者 谁听到 什么 那些老婆 来了很久的 香港人 还是什么 其实一年 就叫很久 就说这间好 哪个哪个都派了这间 我们一起过去 哎呦 不要读那间 或者那间 收不收我 不如借个地址来 还是怎么 香港人真的 不帮不帮香港人 越帮越碎 这些 离大谱 其实最离谱的是什么 是叫突然间退学 这些我是很厉害的 不退学 我不上学 直接不上也不回来 学费也不交 谁知你呢 我不知道英国是怎样 即是 你这些退学的话 如果香港来算 又要报回教育局 报回教育局之后 又要报回牵涉的老师 班别 整村 整村 还要问回你 还要写回 大哥 你个 大姐 你个子女 究竟现在去到哪里读 还是什么 打到给她 还会觉得 你为什么打来 你为什么打来 都不在这里 都不在这里 说什么事 我不想见到你 我也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不在这里 还打来问我 不知道 就随便说 说完之后 就说个名字 你自己找 哇 你比什么 还比做狗 看见这些 真是自己 哎 为什么你看到这么狗 很惨 真是这么狗 真是苦犯 台人所说 你玩烂了制度 或者玩烂了香港人 这三个字 或者BNO签证 你自己到时候 未来的人 他们就受苦受难 看见到这个 都说 如果你既然去到英国 应该要理解一下 当地的文化 例如 要给一些合理的时间 去学校回复 亦都不要每一件事 还不合理 叫你立刻回复我 我没有叫你立刻回复我 是不是 我给你整个下午 吃完午餐才回复我 都可以的 但是你还没回复我 就立刻就叫你了 不会的 神经病 那样子不一样 在香港 在西人地方 事实上 做很多事都给香港 这个真的是事实来的 甚至乎 你去银行开个户口 你都要先订个时间 你香港哪里用的 一进到银行 就立刻一大把人来招呼你 西人地方不是这样的 剪头发也是 对 剪头发也是要订阅时间 对 香港不是的 随便 共有一间非法部 就立刻和你剪的 是不是 但是 很多人 根本都未明白 究竟生活是怎样的 香港那一套 而且是 开选得上 横蠻无理 那一套 照版主碗就在英国 这样做 其实就是做坏香港人的名字 又是听到你 香港来 很害怕 都特别注意你 你用香港那把尺 来订阅英国人 你记住 你现在去了英国 为什么你拿香港那把尺 来订阅人 还要骂人 或者说人 慢 没有效率 为什么不懂转薄 那些死故故 这么慢 千奇百怪 应该是这样 你没有搞错 就是 教别人做事 你这么不喜欢 我们是这样的了 如果你要硬 要迎合你 因为 你看到 你知道我们香港来 是BNO签证的了 为什么不用香港那套 来配合我们的要求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神经病 这班人 你25%都敢死 这个真是离谱到爆 四个有一个 四个有一个学生 是这样的 真的太过分了 因为你在香港 刚才说到的 那些什么 直资 例如自己去小一 找导致 其实就是这样 类似是这样 最后 你喜欢哪间 就是哪间 但你记住 你现在不是在搞直资 这些 你不可以乱来 你不可以把这一套 搬了过去 再去老屈别人 还是怎样 这些是相当过分的 你又新来到 还要别人就你那套文化 这是相当疯的想法 哈哈哈 不过 救命 他们不肯适应 不肯适应 就没所谓 就玩烂了 大家 最后是辞来的那些 才受苦 我都 到时 人家要改条例 就不关 你不要 这个情况很像 台湾 台湾的移民 香港的投资移民 越收越紧 就是这样 这个一定 台湾也是这样 没理由英国不是这样 对吧 所以 总要的 我想就是因为这一点 很多香港人 自己都明白 自己人会玩烂 这个名字 所以很多人就变得很紧张 很想快点离开 那倒是 遲些来到可能小孩子 读书里有什么条款 又是麻烦 是 是 怎样都好 记住 真的我不管你是哪一类型的香港人 都不要做臭香港这两个字 好了 今次来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